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其实我是比较早 2014年我就知道有Cov2GB的东西 然后一直关注 但是国内呢 关注的人比较少 好像2014年就是华为有人关注 然后最近呢 就是突然百度 就是从去年开始就突然关注路上来了 然后就感觉 我们队伍突然壮大了 非常好 以前感觉比较孤单 我们讲一下这个 它的并发控制 因为它 嗯 它的并发控制 其实它跟 你现在讲TIDB 它也是说 跟Spender流派 其实它跟Spender的区别很大 因为它的并发控制是基于Peculator的 对吧 它有个单点 所以要通过单点 那个分那个timestep Cov2GB 在这点跟Spender是一样的 它的配这个分发时间车给事物 它是纯分不实的 我先讲一下这个Spender的这个 它一个并发控制的机制 Spender它做这个并发控制 它靠的一个东西叫True Time 其实这个东西说出来很简单 就是说一般来讲 分布式系统 要做同步 我们很多时钟是吧 逻辑时钟 有向量时钟 有物理时钟 但是在Spender之前的话 很少有系统 反正据我所知 没有说它可以用物理时钟 来做一个 这个事物或者一些状态改变的一些 给配timestep做排序的事情 Spender应该是第一个这样的系统 其实它很简单 它就是说 它一个时间 它在任一个时间点 然后你有一个API给它 你说调我现在时间是多少 它会告诉你 我这绝对的时间 最精确的时间 最早earliest 是最早的时间 然后又告诉你一个latest 就是最晚 它就告诉你 真正的物理时间 精确在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它也不知道 距离在哪 这个误查者叫Epsilon 在谷歌它是能做到 它以前它是能做到7 7号 现在应该是更短 应该2到3 应该就差不多了 然后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 它交易以后 它拿到所有的锁 一个事物进来以后 然后抓锁 把所有的锁拿到以后 它就调一个API 就是出来的API 它返回以后 返回这个 Earthest 一个latest 它取这个latest的时间点 它取这个latest的时间点 它取这个latest的时间点的话 它有这个事物在我执行过程当中 一个绝对的时间点 然后它那些 就我下面列的简单 简单的一些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它 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的一个 时钟的读数 跟绝对的物理时间 它的误差就是Epsilon 定义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还有任意两个时间 任意两个时钟 它的读数 它的误差不会超过这两倍的 这个定义很容易推倒 就是你在这个 服务器A上的一个读数 在服务器B上的一个读数 这个时钟 如果假设它们是同时发生的 它们的这个相差 不会超过这两个API 而就是Commit Commit Wait 就是说 它选了一个时间点 它选了这个 TT Now Lated 作为Commit Time Step 这个时间点 它为什么选这个 它保证的S 是 事物在抓了所有Log之后 然后在事物提交之前 这个绝对的物理时间点 在它之前 其实你说 其实我一直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 其实 它不选这个时间点 它那个 它那个Eternal Consistency 它也是能保证的 但是它保证不了 说 这个时间点 确实是在我这个事物 在执行当初 一个绝对的物理时间 它是保证不了的 这个是说 它为什么是两倍的API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 那这两个事件 它有偏差嘛 对吧 比方说我们选择Ladies 然后有一个时钟很慢 那我们就要它走 走两倍的 之后才能保证 你这Earlyster 怎么Ladies 要大一些 这个就是讲 它最核心的 就是说 你如果一个事物 是在前面一个事物 执行万币之后提交它 它就能保证 后面这个事物的时间车 就是它的Commit 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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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前面的那个要大 它有一个证明 其实刚才我一直看见证明 就是它 确实很严密 但是不太注意你理解 老公是早来早去 其实就 我们结合上面一个点 就很简单来证明了 因为是说 那S1 是这个TX1 这个全家执行的一个绝对时间点 对吧 一个绝对时间 然后 这个S2 是TX2 这个 TX2 这个事物执行的中间一个时间点 它 它要在它之后 那必然它会比它大 这个图也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然后讲一下就是它大概 它有两种事物 它其实它 它 它两种事物就是 它分 在Spender 里面它有两种事物 一种叫 Rate Only 的这个 事物 还有一种叫 Rate Right 的事物 它Rate Only 的事物 就是你要 它比较特别 就是你要告诉它 我这个是Rate Only 的事物 才算Rate Only 你不能说 我给一个普通的事物 虽然里面我没有Rate 但它也不算Rate Only 的事物 这里我们主要讲 它是Rate Right 的事物 这就是一个单表的一个事物 它进来以后 它Spender 比较奇怪的 它很有特点 它把这个 它每一个事物都是两个Face 第一个Face 是读 通过读 抓Lab以后 把最新的那支读进来 然后取Lab 然后再去写Lab 写完Lab之后 然后就调刚才那个 True Type 的 API 来取这个时间车 取完这个时间车 同时就开始走这个 走一个一致性的数据一致协议 在Spender 里面用的是Paxa 的协议 然后它开始就写这个东西 然后它多数了这个 Paxa Group 里面给它想象之后 它现在就 Commit 了 可以 Commit 了 但是这个时候它还不能 Commit 它要等 刚才那个条件 得满足 就是这个S这个时间 确认的S这个物理时间是过去了 它才能做这个提交 然后再把它捞个释放 这是说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况 就是说 你这个事物进来以后 它叫 Tablet 这个东西 其实就跟 CoreRTB的 Range 它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 Node 跑到一个 Node 的时候 一个 Node 能喊node 这是一个比较快 比较容易的一个情况 然后 还有一种情况 就比较可大 就是它这个一个事物进来以后 它要 Touch 多个介绍的数据 而且也做写操作 这需要做 Two-Face Commit 这 Two-Face Commit 其实跟刚才那个场景差不太多 就是比方说 我们现在的事物 它要设计了三个 Tablet 它其中要选一个做 Coordinator 做 Two-Face Commit Coordinator 然后 它也是先读数据 把所有的数据全部都读完 读数据的时候 要抓着读Lock 读完Lock之后 然后它分别了 它这个跟 Two-Face Commit 它这个 Prepare 阶段 是由 Client 发起的 Client 就告诉 这三个 Two-Face Commit 的参与者 无论你是说 Participant 还是 Coordinator 都要开始抓这个写Lock 抓完写Lock以后 像 Tc 像后面的 Tp1 跟 Tp2 它都要给一个时间车 这个时间车 就是它以前从来没有分配的一个时间车 比它已经分配的所有时间车大的一个时间车就行 然后把这个时间车 做一个Lock 做一个 Repair Racker的Lock之后 这个也是通过Paxs 来做的 保证就是 这个就是 一致的 就是 不能说有多个 保证是说 只要是多个节点 还好 Prepair Racker就在 然后它把 它这些叫Prepair Time Step 都给 Tc 这个东西 Tp1 有一个 给 Tc 一个 然后 Tp2 也给 Tc 一个 然后 Tc 它做的事情 其实跟 单 template 差不多 它也是 取一个 调一个出态的 API 然后把 Latest值取出来 但是 它要把 同时 把 Latest值 还有 跟 Tp1 和 Tp2 的东西 取一个最大值 把这个最大值 当成它的 Commit Type Type 然后同时 它也是做一个 等待 做一个Commit Wave 做Commit Wave 之后 它就可以 Race the Law 然后返回 Client 同时 它告诉 这个 就是 这里面的参与者 说你现在 让我们结束了 可以Commit 然后把这个 通知他们 一般大家理解 这个东西 每个事物都要做 2-Face Commit 是不是很慢 其实 它也不是这样 因为 因为它要做事情 对吧 这里面还要做 做Paxus的企业 设计网过的 其实 在大部分情况下 其实它都是并行做的 Commit Wave 其实它也不会早 基本上你要做事情的话 就能保证 但时间已经到这个时间点 直接就能返回了 除非是说 你那个一般的事物 很多事物都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非常快 那我总结一下 这个Spanner并发控制 它保证 这个数据的 Serualizability 这个 Azure Level 其实它 就是用的 2-Face Locking 本地就是2-Face Locking 然后 如果是 设计多个Tablet 分布式的事物 就是2-Face Commit 然后还用了MVCC 生成多个版本 它这个True Time 这个东西是为了 做以下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做 无锁的分布式 只读读 就是它这个读 还是设计多个Tablet 在多个节点上面 它还是一致的 还不需要锁 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另外就是 如果是读历史数据 我甚至不会发生阻塞 因为你上面的话 上面的话 它是还需要做一些等待 它要等待一些节点 数据足够新 才能给你做一些反应 有一个 不劳的等待的 但是它不会 不会捉烙 只是稍微有一个阻塞的事情 有可能 后边那个 就完全就是 直接干活 不会有任何等待 那么 说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难搞啊 如果说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还搞一个Tablet 如果还搞了原子株 GPS 搞了半天 就为了实现这两个东西 刚才这两个东西 这种一致性的读 如果是一个Tablet 在单个节点 其实非常容易 这个东西 比方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 理想的时钟 它这个时钟 跟物理时间就是一样 我这是一个时间轴 下面的数字代表是 绝对的时间 就是准确的 上面是时钟的时间 它这个 7就代表 这个根就代表 它是肯密在7 那个点的一个事物 如果读 7这个时间的数据 那我就把7前面的东西 全部读到 就OK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 比方说这个 我这时钟很快 是吧 它比较快 那我还是 我要读 这个 物理时间7这个节点的数据 所以进来以后 我就读 因为它比较快 是吧 然后它就有些时间轴 它跑得比较大 然后就没被读到 还是久没被读到 这数据稍微少一点 那下面的情况 它这个时钟 跑得慢 对吧 跑得慢 然后我读7的时候 6虽然是说 实际公里时间 它发的比较高 但是它时间轴比较小 我也能发挥 所以说 比如我是说 你这个读 只设计一个range 在local 你这个时间轴比较大 你这个时间实种的飘移 只会影响多一点数据 少一点数据 这个东西你想想 子真来讲 基本上你 要求的东西 它都是 少一点少一点 就是十几毫秒 几毫秒 这个东西应该不太所谓 一般我们不会有 要求的那么多 但是 如果是你设计这个Template 这时候时钟飘逸,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还是比较快的时钟,下面是比较慢的时钟 我们还是读七这个点的数据 那我们上面那些,因为九,它很快,所以没被读到,因为我们就比较慢 但是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比较,六比反而小 这样我们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诶,我们读到六个时间,但是依赖的时间没有读到,这个东西是不允许的 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后面的事发生,不知道前面的事情,这是很严重的 所以它搞来搞去就是避免这个事情 然后就是说,那如果TrueTime,TrueTime它本身也是说,其实它跟NTP也比较像,就是一个时钟 时钟同步的算法,它就是用的设备比较好,有原子钟,有GPS 但是它也是有可能飘移的,对吧 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它们飘移都会慢慢的飘移 就是基本上,像谷歌人讲,它就是说,如果相信这个CPU还是OK的 它基本上,它这时钟也不会突然就很快,突然就很慢 你跟那个概率差不多的,跟你CPU换的概率差不多的 如果是说,那TrueTime,失效 就是说,我们假定是说,它的误差是7号码,它跑到10号码了 它会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会导致这种跨Tablet的多个Tablet的图,会追到不移的数据 这是它最坏的情况 这个不会影响它这个Sellularizeability的事情,但是会影响这种读的移之性 然后,CORORDADB CORORDADB,它是在这方面想学谷歌这个东西 但是说,因为它想做UVSOL的东西嘛 它希望是说,这个东西,大家有一般的硬件,一般的数据都能跑这个东西 所以,它就没有完全模仿谷歌做这个东西 因为你按照Google的理解,你时钟必须很好 对吧 现在,它用的就是NTP NTP的时钟 NTP的时钟的话,它们自己测可以到500毫秒 不可能拿这个做科并的位置 做科并的位置 至少零点半秒才能跑UVSOL的 不可能 所以,没办法像谷歌那么设计 所以,现在,然后呢 CORORDADB做了一个就是 刚才讲一讲,它用了一个HR算始终的东西 它这个有什么特点?第一,它跟逻辑始终一样 它保证Hippens before 这个关系 如果是这个事件A发生在事件B之前 它肯定这个事件A的指线转 要比这个事件B的时间周围小 就是SciG要转 然后,它能保证 它是一个常任的事件 它不会再换像像量时钟 然后,它跟绝对事件B比较相近 所以,我们拿这个东西做查询 比如我们基点,基分那种 它也是比较准确的,问题不大的 然后,我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讲一下分布式事务怎么跑的 像阎龙讲的一个HAPPY CASE 就是它很容易,它没发生冲突 它是一个情况 如果发生冲突 如果发生不冲突 这是什么情况?我这里讲一下 其实也一样,上来我起一个事务 第一个事务 然后也是,我要建一个Transaction Record 状态是Pending 然后,同时我要起第二个事务 然后,状态也是Pending 然后,因为,我这个第二个事务 到我的第二个事务 到这个任职,来取Cherit这个值的时候 事务1,已经在这做了修改 写了一个Wet Internet 在这时候,它就有很多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是说 这个Cherit,写这个Cherit的Time Step很靠前 很未来的一个值 我就可以不用管它 我只要返回一个旧的值就OK了 但是,如果是说 这个Cherit Time Step 比我的还大,比我还新 但是,还是在最大片约之内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 因为,这个东西很可能发生在 在绝对时间上 发你这个,你这个,是无二的之前 是吧,这时候你就要,可能需要读 你不读它,会发生一些 就是违反一致性的东西 所以,这时候 它是TSN,就是第一个事务 需要读读读读读读读 这也就是说,Cherit Time Step 跟Spender最不一样的地方 Spender是通过Commit Way的保证 只要等待了,我就不会发生这种冲突 就保证了数据一致性 并发公司就保证了 但是,Cherit Time Step 它也有时充 但是,它就是说 我分了一个时间,我就拿这个时间车 我去做Commit 如果是,不发生冲突 我就Commit 如果发生跟别人有冲突 那我就重试 这是它比较大的设计理念的区别 它重启以后,它发现 它重启以后,它不用说 因为,它这个事务,这个Commit Point 就是感觉人传单成一个状态 只要改成Commit,它就算Commit 很可能就是说,我这事务二重启以后 我发现这个Cherit的东西 它还是一个特殊的状态 这时候,它就会通过Cherit这里面 它包含着指向Draker的信息 它发现它是Commit 它就会自己把Cherit的状态 以前那个版本改成正常 然后,同时,自己把这个指拿了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 就是,它这个万一飘移的那版 现在,根据现在实现的数据是500毫秒 有些数据中心要好一些 有些数据中心要好一些,到250毫秒 在Cherit上讲话,他们觉得最坏的就是500毫秒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可能发生问题 它就是,它每个节点 每个三秒,它跟所有的其他件 做一个HRB,它要比这个时空 它如果发现这个时空 超过这个Max Offset的一半 它就会把自己关掉 如果是,因为你不关掉的话 我后面会讲,会有一些违反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发生 还有就是一点,一般来讲,失踪还是慢慢飘移的 这种情况,基本上,如果是突然飘移 它们遇到过就是一个虚拟机 它在数据中心里发生了迁移 然后,这两个主机之间,它没有时钟从步 它就会造成的突然之间很大 超过5块 但是,它也只有三秒的时间让它犯错 三秒之后,它就跟别人比对 它发现了一个时间,它就把自己杀掉了 这就是,它会发生什么? 会发生Style Rate 就是,它会把一个旧的数据读出来 Style Rate 本身,它不一定会导致 Serializability 这个隔离级别的失效 但是,如果说跟其他条件一起 加在一起,它就会出现Dress Boo 这个东西就变得很重 这个就非法 我们平常认为 Serializability 这个保障 然后,它有两种Style Rate 一种就是,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 好像宋浩也讨论过 一种就是设计那种,租约失效 一种是不设计租约失效 在这儿,我就讲详细一点 就讲一讲,如果说,它发生了Style Rate 在不设计租约失效的时候 会怎么样发生Dress Boo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节点 一个是Node 1,Node 2 Node 1的失效很快 Node 2的失效很慢 然后,它们都飘移很大 就已经超过了最大的Obsite的值 然后呢,我有两个事务 第一个事务,我就是更新一个K1 K1是这个润值在Node 1上的 K2的润值在Node 2上的 K1的初始值在T0的时间点是0 然后呢,我这个 15D是把K1更新为1 然后,152是要把K2更新为K1加10 我们假定的是说,K2的DB 一般实际部署前面有一个Lode Balancer 它是用H1 Proxy来做的 第一,我们的Client A 它发这个请求 通过这个Lode Balancer到了Node 1 Node 1呢,因为它这个Renge在本地嘛 它就在本地 把这个做一个更新 然后本地有个时间车 通过T100的更新是1 然后呢 同时,它就是一个程序 都没关系,它顺序执行了 它提交另外一个事务 提交这个152 提交152给Node 2 然后Node 2呢,它是作为这个 也是作为这个事务coordinator 它要给这个事务设计时间 它就给它设计时间叫T2 然后呢,因为它要读这个数据嘛 读数据,它没在它这儿 它在Node 2上 它要发这个请求 不对,是Node 1 到Node 1上去读这个数据 而Node 1读数据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要做这个 它一个比较 它发现,因为这个T1 跟T2 它的偏差非常大 虽然是说 T1这个时间发生在以前 但是它非常快 T2发生在以后 它们的知差还会大于K一样 这时候它就把这个旧的值 把T0等于0等于发给Node 2 然后Node 2会做一个更新 这个更新的话 就把它更新为10 正常来讲 应该是说 它不应该是这样 因为它更了11 这就是说 它拿了一个旧的值 还做了更新 然后还找到这种 比较严重的red screw 这种情况 所以讲 CORRDB 它对于数据一致性 保证还是很高的 这种情况应该是 概率很低很低的 它有很多预防措施在这里面 然后就这里面 简单比较一下 Spanner 跟CORRDB 密码公式的一个比较 它们都是去抽筋化的 它跟以前 Procolator的一些 Timeshap OraCode都不一样 它都是说 诶 我这节点自己 我就能给自己 分配这个timestep 用不着 我说 请教一个中心节点 你给我一个东西 我才能做事情 它都不需要 在这个点上 都不会影响整治机器的scale 然后时钟区别 就是 Spanner 是用的TrueTap 它很准确 然后 CORRDB 用的是 物理失踪器用的ATP 在NTP 上面 做的HLC 然后 事物的并发控制 Spanner 是用的锁 Two-Face Locking 用的锁 然后 Two-Face Commit 也是锁 它是一个悲观的一个机制 做所有的事情之间 要加一个锁 CORRDB 它都是没有让锁 它都是上一句试 但是 它可能是失败 失败就是重视 如果是失败的重视次数太多 它就是直接失败 然后重新提交一下让你 是这么一个机制 然后就讲 像这种MCC的系统 它都有Commit Time Step 就表示这个值 是在哪个时间点协助的 在Spanner 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这个时间 它就是保证 确实是它 这个事物实行过程当中 一个不理的时间点 它能保证这个 CORRDB 它不一定 因为它有重视 它需要 它重视的时候 它要增加这个时间处 所以很可能是 可避到未来的一个时间 它这个绝对时间的 将近程度 比Spanner要差很多 然后就是刚才那几个 适中飘移的影响 像Spanner那样 你即使适中飘移的话 它也不会 它只会影响读操作 它不会影响数据的状态 所以在这一点 它对它的影响 还是比较小 然后对CORRDB来讲 它会造成 Stell Rate 读到旧的数据 然后你刚刚好 你在那个三秒的时间段 你就做了一些 就符合我刚才规则的一些 写操作 这些所有的条件在一起 就会发生了一种 Dress Group的情况 然后其实我在新东方 做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自己的 兴趣爱好 就是自己有时间 越严峻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 你看新东方这种企业 也不算太大 反正也不行 做教育 也算挺大的业务 其实它对那个 它那个数据量不是特别大 一般来讲 单立的库平时都是OK的 但是现在 就是它受整个电商的影响 就像阿里边搞双十一嘛 所以说 教育来讲 它也搞一个充口期 它一般来讲就是 尤其是做CAS 它在寒假 暑假 它有一根徐班期 这时候呢 往往它就是放到某一天管上 咱们晚上把这个钱收起来 这个时候 数据量就会上了 然后这个系统做的呢 就平时跑得挺好 反正也没优化 算那样了 但是一发现这种情况 整个系统就得搞 或者你注冲分离 读写分离 再不行 加Mandis 就比较麻烦 还有优化折扣 那些事情 搞很多 做Scale 这些事情 我也想说 CORRORG 这些东西 如果真的能做稳定 我想是将来 来省掉我们的域 这些事情 比方说 你今天晚上要做传口机 那我就加起台机 行吗 你第二天我就把它撤了 这很方便 我用不着 程序员开发人员 都去改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也是在测一个 十个节点机群 一直在测试 但是 应该跟百度的 也不用炒锅吧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是想解决 那个线上有问题 所以 我暂时还不会 去搞这个事情 因为确实风险比较大 我还需要再稳定问题 好 谢谢大家